基隆有位身障人士日前乘坐着电动轮椅想要搭公车 结果没想到被司机以一具客满作为理由而拒载 让他只能够在路旁邻履等待下一班车子 那么时候这名乘客他气得上市府来投诉 而经过了调查市府宣布 这名拒载的司机被记大过一只 并且调为是内勤 活缩地记出了重诊 就是希望能够避免类似的意外再度发生 公车靠站一名身障人士准备上车 但没想到下一秒却被司机揽下 司机上前不是帮忙而是一阵质问 转身看来看车内后丢下一具客满就关门走人 四号晚间基隆一名身障者想搭乘公车 没想到却被证明灵性司机以客满为由拒载 但根据规定电动轮与足 明明可在无陪同的情况下 由司机协助搭乘 这回司机聚载是否获报立即介入调查 行车记录器掉带以后 那确实是有聚载的情况 对我们住里面的形象的影响 那我们何以记大过一次 并占掉内勤 我们要展现出对这些身障朋友 要有爱心 但一方面对司机朋友 我们也不会只有采访 活速记出大过处分 就是希望类似状况别再发生 市长谢国良也承诺 未来严理增加奖励机制 提升司机服务医院 确保身上人士的搭乘权益 不再受损 记得蔡志恒金融报道